这几天受到豪大雨的影响 高雄市不少地方都积水 尤其在气暴灾区的淹水情况 非常的严重 短短一周之内 临雅区就多了十几个登革热病例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 今年疫情是最近十一年以来最严峻 卫福部已经申请动支 行政院第二预备金三千万元 协助高雄控制疫情 挨家挨户清除积水容器 卫生局人员持续动员 针对气暴受灾严重的区域 进行并没闻清除防治 高雄市登革热疫情发烧 再加上连日豪雨处处积水 短短一周之内 临雅区灾区激增十多例 本土性登革热病例 让居民格外紧张 疫情持续攀升 12号高雄市新增一名 出血性登革热病例 就出现在气暴管制区内 卫生局统计 入山以来已经有612例病例 主要集中小港 林亚 凤山和 前镇区 卫生局坦言 多余加上气暴影响 今年疫情十分严峻 近十年来 今年对高雄市登革防治的疫情 挑战最严峻 那就是今年的病毒来得特别早 在5月就已经入侵了 加上今年的雨水 又特别的丰沛 那加上一些林亚区的一些 还有前镇的一个灾区的一个影响 以至于我们一些防治作为 没办法及时的一个介入 卫生局呼吁在区民众重建家园之际 可利用喷雾罐进行室内灭纹 降低病霉纹命度 更务必要清除积水容器 而卫福部已申请动支 行政院第二预备金三千万 协助防治高雄登革热疫情 行政院长将一化以原则上同意 并指示主计总处尽速办理 记者李甩蒙招全 高雄报道 记者李甩蒙招全